墨高窟 西白三十五座洞窟 世界文化遗产 隐藏在大漠深处的艺术瑰宝 62年前 当24岁的李云鹤第一次来到这里时 却被看到的景象震惊了 没有幸福一切 像我们今天 它就像雪片一样地往下托落 哎呀 它就太可惜了 李云鹤决定留下来 成为敦煌第一位专职修复工匠 他要用自己的双手 让这满库残损的宝物复活重生 千年的风沙侵蚀 让壁画脆弱的 甚至经不起毛笔间的轻触 李云鹤就发明 用最小号的医用注射器粘结 用包裹绸布的棉球轻轻滚压 几十年来 他写了一百多本修复笔记 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工序流程 墨高窟 历经十个朝代的营建 很多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 这是屋带的 底下那个才是唐带的 面对这样的重层壁画 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 整体剥离的巧妙技法 既不伤害上层壁画 又让掩藏的更为久远的历史 舒展卷轴 无限增值 六十二年 李云鹤在岁月的更迭中 苍老了容颜 而千年的壁画 却竟他手一点点褪去并容 如出生般光彩照人 我总觉得对得起祖先 对得起祀先 把他们留下的这么多珍贵的意识 我继续要压长在所有压血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